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针对两岸关系新形势 台湾嘉南药理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于元杰认为 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 一直是走在独的路线上 今年1月份公告的所谓反渗透法 更形同把大陆当成所谓的敌国 近期以来从炒作旅行政舰改名 台湾中华航空改名 美国通过台北法案 张经义事件等事件观察 民进党当局虽然没有高举一边一国的大旗 但是仍然是不偏不倚的走在了独的路线上 只是随着实施发展 脚步或快或慢而已 于言杰从五个事件案例 分析了民进党当局的行为 首先通过炒作防疫成效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攻防外 凸显台湾有别于中国大陆 接着范绿的时代力量 智库3月29号公布最新民调 指称有高达74.3%的受访民众 支持将所谓台湾护照上的英文名 去掉China相关字样改为台湾 避免被误认为是中国人 其次将台湾华航更名为台湾航空仪式 台湾已经有超过4万人连署 可能因为更名将立刻撼动华航的生存根基 或者是民进党当局另有考虑 才让官员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推进动作 实际状况并不明朗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第三 3月26号特朗普签署台北法案 在美国和台湾并无所谓的邦交的情况下 美国国会以法律规范 迫使行政部门思考 如何让台湾地位渐渐迈向正常化 第四 台湾陆委会决定 援引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对台湾籍东方卫视记者张经义开发 呼应了今年1月份实施的反渗透法 在所谓敌对势力渗透定义模糊的情况下 岛内执政者对所谓的国家认同 忠诚度统战 国家安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解释权 第五 今年的2月11号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先是宣布考虑人道精神和人员防疫管理 将有条件开放陆配子女入境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第二天 却召开记者会撤回台湾陆委会所宣布 所有相关陆配子女回台入境的政策 陈时中更是强调 当初没有选择台湾户籍 就要承担自己的选择 这一方面凸显了民进党当局内部沟通出现状况 更严峻的是显示整个民进党的党政系统中 对于两岸政策鹰派势力 时宜居于独大的局面 预言节解释 2020年以来的四个月里 从这五件个案的发展和转折 可以看出民进党对两岸关系 采取的强硬立场 甚至以所谓的敌对国家对待大陆 并且对大陆百万台胞 产生了恫吓的寒蝉效应 由此可见 民进党当局在完全掌握 立法行政的绝对优势下 持续从内从外的往独的方向推进 只是可能因应一时的情势需要 才会调整步伐的快慢而已 台湾某些势力主动把大陆当成所谓的敌国了 难道还能有什么期待吗 台独分子不断试图挑战大陆底线 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新环两岸快乐平 我是李璐 再会 再次继续